诶 这家伙是想进来的 他想一下子 我只往招篷里待 他就想个办法 一直想进来 就这么蹭着蹭着就进来 两根爪子已经进了 再往降落一点 又进来 又进来一个 别看这么一个小狗 这八百个鞋 又进来了 关于他要进来的 我是什么态度啊 又又进来了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 诶 这就是我的态度 那 坚决不能好进来 晚上呢可以 晚上你可以进来啊 晚上我把鱼给你铺好了 那个鱼也够大 现在是绝对不能进来的 哎呀 我的鱼鱼死了 我的那个床垫都到了 昨天到的 然后他们商家发的是一个虚拟号码 但是呢 刚刚我今天又是一天没收到 我联系了商家 商家给我一个手机号 我给快点打电话 那快点非得确定 是我本人接的电话 说给我放着录音 哎呀 我可以确定 我没有接的过任何电话 也没有接的过任何 收电话我都没收到 我都不知道 他说他给我放着录音 也不是我的声音 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再打一下这个快递员 再跟他沟通一下 再问一下 商家还问我说 你确定有没有收到 那我说我 没收到啊 他说 我说快递员按照那个快递单 或者电话打的 他说商家还急了 商家还急了 商家还说 哦你 是不是 你懂不懂那个虚拟号码 我说我懂不懂虚拟号码 我还不知道 我有没有收到货 我还有没有 我还不知道 有没有接到电话 来我们看一下 他说你自己的电话 不是你的 我说 这个是我的 我说虚拟不是我的 我就起过来 我买了十几个快递 都收到信息 他说建议搜一下什么 我说我没收到货 没接的电话 我管你 我买家我管你什么 虚拟号不行 你虚拟号应该快点 能打到我手机上 没有打到我手机上 我管你什么的 对吧 他说你先搜一下虚拟号 你先搜一下虚拟号 啊 他说你先搜一下虚拟号 然后呢 一直这个 给我发这个 你知道我烦不烦 奇怪的 我打那个虚拟号 确确实实能打到我手机上 我现在联系这个科技员 问一下科技员 哎 我就奇了怪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喂 哎你好 我就是刚才 哎你打那个9109 他说是虚拟号 你有输入我手机 那个后四位吗 拨呀 拨了 拨了 你打了9109是直接通了 还是输入那个 呃那四个 呃 手机尾号 我手机尾号 后四位 他商家说是虚拟号码 我把那个拨了 然后是输入那个 有机会号 然后安静化便接受 哎 那就奇怪了 那我我跟你说 我是真的没有收到 因为我真的很一直在等这个快递 我昨天看签收 然后去接码 我一直都都 呃都在呃 我住了这个地方的呀 那快递是 啊 你的地址在哪里 我给你加了 不是 啊 你给我发位置 东西还在你那是吧 啊 只要在就行了 那就行了 好 我一直没有取见吗 哎呀 快递员也是个人才 那你东西在那里 打电话 我根本都没有没有打 打到我手机上 我也没有接过电话 啊 现在呢哦 你给我说让我过去拿 那你给我说过去拿 你就给我说东西在那就好了呀 还让我去还我我去找商家 啊 商家还说你确定没有收到 商家 商家说啊 这样那样 还把我还还一对兄 啊 我买个东西 我还买出我还买出我 我还买出问题了 凌晨十二点 这家伙是要进的 昨天晚上还在这个位置睡 但是咱今天一直要在这里摸 啊 用过三次 握了三次 所以今天不得让我长记性 你也会把它关到外面 哎呀 十二点半 不行 扒的 两人子扒的 就扒的就不行 这不让进来还不行 嗯 要不要进来 要不要进来 进来吧 过来 嗯 你呢 就 睡在这里边 啊 不许往那边跑了 他身上有虫 我实在是不想要 在这边 他睡在这里边 他比我睡的香 所以放在外边他冷 他还能抱个紧 现在呢 啊 开始睡觉了 睡得死死的 哎呀 给你盖着 哎呦 哎呀 好了 昨天晚上在这里边睡 还好没有尿 因为昨天晚上是 忙完都三点了 老白也要睡觉了 明天拿完快递 出发 十二点半 回堵零下一堵 九点钟 刚刚睡起来 哎呦 听到小白叫了 然后看一个大叔 在这儿捡那个 瓶子 还有支盒子 你把这个也拿走 这个没有了 没有了 不要了 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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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家伙 十一点了 慢慢收拾东西 收拾到十二点 还有两个快递没到 其他快递一拿 剩下的不要了 实在该准备出发了 我保证 从你以后绝对不会让小白 这几掌棚了 你后边爱怎么样怎么样 啊 依然是扎扎摸的地方干干净净 拿上来以后防烧垫上 看在最底下的 十八瓦一片 该说不说 骚得一塌糊涂啊 虽然是冬天 现在这个温度给你们说下 这个温度有多低啊 十点钟 是一度 十一点钟零下一度 十二点钟 零下一度 到三四点大家想 啊 依然照顾到这个村区 不能再心远了 看这个十一 有得搞吧 我现在要往回返三公里 拿快递 一来一回六公里 初步老哥说 他今天能走十五六公里 也就是三十公里 我到下午就追上他了 拿快递的人是真多 六个快递只拿了两个 我都服了 我那个床垫呢 昨天晚上不是连了个客服吗 他给我发了地址让我去拿 我去拿了他又是在吃饭 昨天晚上我去拿他他下班了 吃饭那咱能理解 现在呢又是在吃饭 那我就不等了 对吧我要走 然后我给商家我给商家说 我说我退了 商家说那些把货给我退回来 我说东西我都没拿到 我拿什么给你退 商家说你都没给我退 我怎么给你退 我说行行行 我说我在网上买东西买这么久 第一次遇到这种商家 他不找快递直接给客户怼 把我气的呀 我直接给他说 我说你慢慢玩吧 我不跟你玩了 我说你这个商家是真厉害 我说快递我都没有拿到 我拿什么给你退 他说退到了才给我退 我说我都没拿到什么给你退 我说我去找平台 我不跟你说了 说不清楚 哦 他说啊那我联系快递处理一下 那让他处理嘛 现在只拿了两个快递 相当于气我转了 同步退了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垫子 但是我最主要的就是这俩 这个预寒的现在这俩都没到啊 这个黄土高原上面长点树长点草 你就是说山也无可或非 对吧 现在的体力还行 一口气啊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坡 但是也是有坡的 你口气等了15公里啊 中间都不在休息了 累是累了点 看来这体力 体力还是不要得火 船口气 喝口水啊 继续 距离老哥还有15公里 现在呢就是下坡 大家看一下我的速度 不要没人上升 看到没有啊 前后都没有 看到没有 它的速度很均匀啊 来 咱看看后边 它不会说把我推的 累了 我的速度降下来 后面不会推 非常丢的 上坡 只要坡度不大 依然是可以登上来的 感受一下大西北 哎 手机像素不行 这玩意儿是真的高啊 哈哈 大西北 看着确实是一片荒 那个荒凉杆 真运气 刚看着土伯格 哎 链子掉了 看到没有 土伯格在哪里 先催过去 把小白弄下来 看晴天 清天 清天 还没人出来 你去哪里拿快点啊 哎 这里有一堆柴 好 好 好 但 你 你 有些人 都不知道 你忘了一个哈 做饭 今天给老哥搭伙做饭 就不分开做了 一起做 他上菜我上佐料 我炒他 再配合 嘎嘎力 老哥在洗白菜 老哥说菜搞多搞一点 配料弄好了 开始生活 哇 这大蟹饼啊 这材料好久 这大蟹饼 天外之天 梅花青 鱼里春海 可以生着 老白的 大炒瓢 哎呀 今天啊 就是试试这个炉子的 是真正的时刻了 管不管用 就看这一下子 哎 就看这炒菜怎么样 烤火嘛 对吧 那需求不是很大 嗯 今天没做饭 哦 这是油是吧 你把白菜拿过来 我这个一刀你就刀白菜 你把白菜拿过来 再说一刀 炒 炒多少 炒三锅 你放那里还有一锅 那这一锅 就一个菜就够了 你吃饱了 你还炒那么多 浪费干嘛 就炒了一个菜 晚上吃啊 你晚上就不回水 再够了够了够了 炒下来一会看 它会像成了火 谢谢大家 好了开饭了啊 出流大白菜 这楼都可以 要求不要太高 我白一个 同学买块钱了 混着一个鞋的手套 像是给大家开箱 然后呢 最主要的 同步 键子 就发不过来 肚子退了 不重新买 哎 没办法 再往前 算是自己还有一个阵 发到这边 看 看 看 还要吃饭了啊 这个视频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好 好 好